2019年3月7日,谢霆锋与王家尔神仙合作乐语摇滚、塑造。 这首歌不仅有狂野的旋律,有刚强的歌词,而且还有王家尔自填词的Rap。 在小编的印象中,王家尔是一个对自己定位十分清楚,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并且十分单纯的一个大男孩。 王家尔1994年出生于香港一个体育世家,也许是因父亲是香港基建队教练的关系。 王家尔从小就接触了基建这项运动,也获得了不少国际上的奖项。 在他体育事业如日中天,还能进一步深造的前提下,为了音乐梦想的他,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伦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,和放弃了已取得的香港大学、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 前往韩国,参加练习生训练。 通过长达,三年的练习生训练。 王家尔通过组合GOT7正式出道。 不过小编是从他与何炯主持的一档网络综艺节目,拜托了冰箱,才对他有所了解。 在节目中,他就是一个,无比天真无邪的大男孩。 何炯对他,也百般地照顾。 每次嘉宾开他的玩笑,他都会信以为真。 让我觉得,十分的可爱。 我之所以,看那个综艺节目,就是因为有关于很多,他和何炯的新闻。 何炯对他很好很好。 所以我你就想看一下,他为什么那么招人喜欢。 小编很佩服他的勇气。 为了梦想,能做出如此大的决定。 在人生递不出地方,从头开始。 小编也相信,这一个大男孩的事业,也在进一步的上升。 获得更大的成就。 所以看了之后,小编知道了,他是那么的谦虚。 那么的多才多艺,他不让人喜欢都难。 感觉他,好像什么都会。 但是面对前辈,却总是非常的谦虚。 再一次看到他是在另一个综艺节目,来吧冠军。 那一期,是关于基建的。 当时小编很纳闷。 为什么要让他来呢? 这不是要找,比较擅长这个项目的人才,比较好吗? 那个时候,小编才知道。 原来他以前,是练过剑的。 而且他还获得,过好的名词。 不在运动方面发展,跑到了,娱乐圈发展。 他一样的,非常刻苦努力。 有的时候,很萌很可爱,像是一个孩子。 有的时候,又很稳重,他认真的时候,最迷人。 不管在什么地方面对前辈,都是很谦虚,很有礼貌的样子。 小编相信,不久的一天,他一定能大火。 后来在跑男里,见到他。 发现他是一个,异能满满的明星。 在偶像练习生里,蔡徐坤足选咋了,唱巴比龙。 那时候发现,坤坤唱得很好听。 然后小编就听了一下,原唱嘎嘎唱的巴比龙。 发现嘎嘎RAP真的超好。 这样一个,正能量的嘎嘎。 引领更多人,向上吧。 有哪些,喜欢嘎嘎的小姐姐吗? 吧